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 好多网友留言告诉我 为什么湖南的辣椒炒蛋那么好吃 趁我今天有时间 我就给大家分享详细做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辣椒炒蛋 真的是非常的下饭 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香辣开胃 其实我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五星级的大厨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 做出来以后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的制作方法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椒、母鸡蛋、五花肉、大蒜、大葱、豆豉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新鲜的现椒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倒满大量的清水、莓固辣椒 我们要提前用食用盐 把辣椒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能把辣椒清洗得非常的干净 所以我们清洗辣椒的时候 像我这样一支一支给它清洗一下 把辣椒完全给它清洗干净 因为我们买回来的青椒 难免打过农药残留 所以我们要给它浸泡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把它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盆里面 我们要把青椒给它多清洗个 两到三遍左右 把辣椒完全给它清洗干净就差不多了 清洗干净以后控水 捞出来放到案板上 我们把青线椒全部把辣椒把切掉 不要 辣椒把处理好以后 把它切成薄片 最好是斜刀 把它切成马蹄片就可以了 这里不需要切得太厚 切成我们视频中这样 把青椒全部切好以后 像这样子就非常的漂亮了 全部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鸡蛋打进来 以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要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搅细腻一点 最好是顺着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 会更均匀一些 鸡蛋液像我这样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肥肉或者是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片切好以后再把它切成肉丝 全部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大蒜 给它切成蒜片 大蒜我们要多准备一些 蒜香味才更加的浓郁 然后再改刀剁成蒜末 要剁细一点 蒜末全部剁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半根大葱对半切开 然后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把大葱给它切成末 大葱切好以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着我们要加入一把豆豉 再调个料汁 一小勺食用盐 适量鸡精 再加入一点点白糖 少量的胡椒粉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入两勺的生抽酱油 加入一点点玉米淀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这样炒菜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料汁像我这样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鸡蛋液 倒进青椒里面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青椒 我们要裹上薄薄的鸡蛋液 所以我们这里要多搅拌一会 搅拌均匀 让青椒裹满着鸡蛋液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和青椒全部放入锅中 给它慢慢地煎制一下 这里我们只要开小火不 要开大火 如果开大火的话容易烧焦 我们要把鸡蛋液和青椒 给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开小火 慢慢地给它煎制定型以后 我们再给它翻面 把鸡蛋另一面也给它煎制定型 这才是辣椒炒蛋最好吃的做法 就算是湖南五星级的大厨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种做法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如果看到我这个视频做一次的话 你肯定会爱上它 我们把辣椒和鸡蛋给它煎制一下 这样也可以去一下辣味 而且炒出来也特别地香哦 煎制定型以后 快速地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把鸡蛋和青椒完全给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我们把五花肉先放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或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把蒜片 大葱加上豆豉全部放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豆豉的味道 还有大葱的味道 炒香以后 我们再把青椒辣椒全部放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 把鸡蛋和青椒全部给它融合在一起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一起加进来 快速地给它翻炒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青椒炒蛋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翻炒个六七八下 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将它装入盘中就 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香美味又好吃的辣椒炒蛋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香辣开胃又下饭 就算是湖南的五星级的大厨 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的 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的简单的 如果看了我的视频的话 我相信你三分钟就能轻松地掌握 做出来以后 你再也不用去饭店里面吃了 自己在家做得干净又卫生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 就算是用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拿来招待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